台塞叫車停在超商前下來 兩名男子一名是台灣人 一名是失聯的移工 兩個人進到超商裡頭 卻有移工去提款機來領錢 台灣人沒有自己動手 而是在旁邊監督 這是詐騙集團的新手法 看準失聯移工的身分 難以查氣增加警方般的困難度 而這名車手是越南籍的 離姓失聯移工 警方見識機不可失 隨即又持拘票前往 該大樓四樓的套房內 來執行查氣 當場是查獲詐欺集團的車手頭 以及詐騙集團的兩名成員 還有一名失聯移工 四個人都藏匿在 這個套房的廁所裡面 現場查扣了多隻手機 警示的帳戶提款卡 筆電還有空氣手槍 等等的髒證物 警方在證據過後 將誠信嫌犯等五個人 依涉嫌違反刑法 詐欺洗錢防治 以及毒品等罪嫌移送偵辦